在台北市的高房价之下 居然可以找得到 300万以内的小套房 万华区和北投居 其实都有 不过现在出租房子的投报率 到底要多少才算合格才划算呢 专家说了 台北市大约落在2%上下 反而是南台湾的台南是六都之冠 不少包租工 包租婆 都往南部来移动 斑驳了外墙 看得出这栋大楼老旧的痕迹 台北这样的老屋 还真的不少 但这有间套房 开价不到300万元 北市万华区的这栋电梯滑下 靠近西门商圈 生活机能相当便利 不过这里却有间近六坪的套房 开价近300万要来出售 万华这间屋龄44年的套房 开价278万元 换算单坪48.18万元 询问度还算高 算一算投报率将近3% 另外这间将近十坪大的空间 里头摆了床 还有厨房流理台 地点在北投地热谷附近 开价280万元 单坪只要28.5万多 投报率将近4%到5% 也吸引不少人来看房 它价钱是没有天低的 其实它的总价是比较低的 这两间物件它比较特殊的 就是说它都是一个 比较多年的一个社区大楼 所以它还有未来的可看性 是说它可能会有杜更的可能性 北市的投报率的话 房租大概是2.5% 不过买下这种小套房出租2%到5%的投报率算高吗 有十几年出租房子经验的刘小姐说 同样在意location 买房子如果是用投资的角度来看的话 就是我们会比较注重投报率 多半来讲大概就是比如说林捷运站 那像这些都是我们比较容易选择的地段 以北市为例 买一个车位约300万元 仅能出租3至5000元 但投资相同价位的套房 月租可以到7000块以上 相对来说赚得更多 不过摊开全台出租投报率来看 台北市投报率却只有2.46% 比起新北台中桃园都来得低 甚至连高雄都有3.56% 而台南更是冲上4% 位居六都之冠 台南有一些建设在进行 像是科技园区等等的 像是安平善化这一带的房价都在封角 所以它也是跟政府政策有相当的关系 虽然台北市租金相对高 但房价真的不算便宜 不少包租工包租婆把重心逐渐往南移 东森财经新闻 林浩宇 黄甫祥 台北报导 未来房价可能因为现在原物料价涨而变贵 而车子也要变贵了 全球车用晶片大缺 不只新车受到影响 现在就连买中股车 也因为货源变少开始涨价了 平均涨幅高达两成左右 业者甚至预估 疫情之下未来三年之内 中股车的价格都没有调降的可能性 这台车是2019的Alpha里程数现在约末跑3万多 看不出来已经开了三年多保养的算很不错 这台总裁车现在在二手市场可是抢翻天 夸张到买旧车禁闭买新车还要贵跟原价相比 已经涨了至少30万 涨价的情形不只限于台湾 其实在二手车市场有高达一半以上的货源都是从每家地区进口的 而现在光是一台车进口的成本比起过去至少就要涨了两成以上 全球大闹金片荒 垫高二手车市场行情 不过这波涨幅一般国产代步车没有影响 主要涨价的多以双B和美规进口车为主 等于是说你买了2万块美金的车 跨了年会折了10%或20% 现在反而不折又微幅上涨 这三年中股市场的价钱绝对掉不下来 没有空间量 而且加上新车一调涨中股车就不会掉价 新车买不到中股又寒涨 怎么好好保养爱车 这时就显得格外重要 经过减速带时切记要保持双轮同时通过 不然受力不拘会造成轮胎变形 胎压也要小心别打太薄 否则表面变弧形抓地力就会变差 而习惯性把方向盘打死 也会因此耗损零件容易坏掉 花一点时间去开开高速公路 把所谓的积碳稍微燃烧一下 因为长期积碳的话不仅对车子的油耗有影响 其实对于车子的动力输出也是有下降的 那长期下来就变成一种恶性循环 久了可能就要拆引擎大修 保养爱车从日常做起 毕竟晶片缺货还没有尽头 新车中古短时间内涨势难挡 东森的新闻客房 明洪佩玉台北采访报导 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他周末客串主持电视节目 爆料自己有亚斯伯格症 还坦承狗狗币就是一种赚钱的手段 让狗狗币马上就大跌三成 不过他又公布了一项最新进展 表示明年首季展开的登月计划 将接受以狗狗币来支付 白萌狗狗坐在火箭上头 直接从地球表面飞上外太空 成功登上月球 自身狗狗币教父的马斯克 推特上秀出Kuso短片要正式宣告 SpaceX明年第一季的卫星登月计划 Dodge One 接受狗狗币当作付款方式 这将会是太空领域首次出现加密货币 可国币币值在半年内狂飙了250倍 市值高达860亿美元 成为第四大的加密货币 全拜马斯克的疯狂加持 连他参与美国喜剧综艺节目 周末夜现场的客串主持 都不忘继续力挺狗狗币 马斯克主持处女秀 甚至找来妈妈站台 却没想到投斯克相当不给面子 在他主持周末夜现场的期间 狗狗币下跌三成 来到美金0.51元 加上马斯克在节目上自己爆料 狗狗币只是场片值 让投资人信心大跌 如今曝光让狗狗币作为登月付款方式 能否流转劣势 带来利多 拭目以待 现在印度疫情持续延烧 最新统计这疫情烧下去 会有1200万只的手机生产受到影响 鸿海的印度厂区中也传出有工程师确诊了 而其实鸿海大部分的手机组装 还是在中国大陆 现在也为iPhone13做准备 传出郑州厂一个月内 三度调高员工的奖金 就是要来强产能 病患坐上轮椅紧急送医 印度疫情持续扩大 单日确诊突破了40万大关 传出鸿海印度厂区也有员工确诊 鸿海未在印度台米尔纳都省的清耐厂 传出有10名中国大陆的工程师确诊 对此鸿海也回应 目前除了安排员工救医外 更全面消毒厂区 但依旧会维持营运状态 不过清耐厂是生产iPhone的厂区 外界也担心是否会影响到苹果产能 不是一个主要集中的基地 再加上已经有相关的经验 所以它的整个一个代仓运转的机制 我相信是会比较流畅的 如果它有部分的零组件缺件 是有可能导致它整个上市时间往后移 但是这是本来就已经发生 而不是因为鸿海印度厂的一个单一事件 所造成的 iPhone 13的上市时间可能会推迟 但在中国大陆的厂区 却已经提前备战 满满的人潮 这是富士康过去的求职盛况 而富士康郑州工厂 现在也传出要三度加码员工奖金 如果生产线上的新员工工作满90天 并在职位上待满至少55天 就可以拿到7500元的人民币 约台币32000元 如果对比三月底的奖金来看 就多出整整两倍 专家分析大手笔发奖金 可能是要赶在秋季新机发布会前提高iPhone产量 提到这个奖金数 所以看起来鸿海是应该有在为iPhone 13的产能 预作一些风险分散的准备 印度有针对一些零组件 有一些阻挡的动作 所以秋季新品的发表 有没有可能延迟 我认为是有可能发生的 印度疫情不断扩大 加上零组件缺货 科技大厂也已经提前备战 要把影响降到最低 东森财经新闻学校主状人 瑜伽豪纵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